青瓦台里面 为什么会有山路啊 请见谅我现在坐在青瓦台门口讲这件事 因为今天走了快一万步 是还是太累了 觉得景观还蛮赞的 开一句的人从 青瓦台这一区呢 哇 打到什么帐篷 让这有点迷路啊 进去我照一下 大家好 我今天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韩国的总统府 也就是青瓦台 虽然是前总统府来 因为这任总统已经把官邸跟办公室都搬去龙山了 所以他现在就开放了以前原本是 封闭不给大家看的青瓦台 还有官邸还有一整个园区给大家看 因为太多人想要进来参观 所以你就先上网登记然后抽签才能够进来 那我也调查了一下说韩国总统他为什么要搬家 其实不光是他想要搬 他之前的很多任总统都想要搬家 那这些总统们为什么都想要搬家呢 这任总统又为什么可以搬成功呢 我们就慢慢走一边看来一边跟大家解释 排队的人潮 背后呢就是清华台 就是以前总统的办公室 哇 这风景真是太棒了 转过来给你们看 哇 啊 可以看到景福宫的那个玄武门 也可以看到南山塔 这一区的一些高楼大厦 然后还有一整片绿地庭园 觉得景色还蛮赞的耶 清瓦台这个位置呢 最早就可以追溯到高丽时代 当时这里就被认为是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 那高丽时代其实它的首都不在这边 它这边是身为高丽时代的南京 就是算是一个骊工 那是后来在朝鲜时代才把首都签到了 首尾这个地方喔 清瓦台它这边呢原本是景福宫的后院喔 所以从景福宫的后门 就是省武门这样过个马路 就会到清瓦台的 那在日军强战情呢 日本政府就是把清瓦台这一块地 也就是景福宫的后院 当作他们的总督府的官邸 总督的官邸在这边的话 那总督府在哪里呢 总督府呢其实现在已经被拆掉了 它以前是在光化门 景福宫的镇门那一带 就是非常大的 把景福宫整个挡起来 这也有一些风水之事呢 就说其实日本是很刻意的 要斩断这个风水的保地 因为原本这边风水如果从 北汉山一直到北越山 然后一路下来 到这边的话就是有一种 龙脉的感觉 日本总督府呢 把总督府还有总督官邸 这样子有点卡卡的切掉了 也有人就是认为说 日本政府是故意这样盖的 那这就是一个传言给大家参考而已 那在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之后呢 李承晚就把这里当作总统的官邸 那普正西时期呢他们这边是一楼当作办公室 然后二楼则是总统的生活空间 也就是说他是住家跟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 不过后来呢 这边就变成纯粹是总统府的办公室 那他们住的地方呢 就是总统府官邸是另外有个建筑物 虽然说是总统府办公室 但其实总统不只是在这边办公 他的办公室啊 会议是其实散布在清瓦台 他整个园区里面 不同的建筑物里面 清瓦台特色呢 他除了有15万片瓦片之外呢 他的一些装饰 像是炒桑 虚堵 拥堵 偷鼠等等 也都是宫会用的装饰 也就是他其实是带有一点宫廷的装饰风格的 那我们看清瓦台他建筑物本身的设计 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韩国很多总统 都想要把总统府办公室搬离开这里 那我们刚刚提到 这边虽然是总统府办公室 但是总统其实还有很多窟哦 他的工作人员另外的办公室 他有时候也会去那边办公 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也就是雨明馆 这一栋呢 就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又是雨明馆 右边这边就是总统府秘书室 我觉得这边工作人员工作环境还蛮好的事 他们的办公室出来就是一整片绿地耶 所以就是你工作累了 你就出来看看绿意 这个庭院呢叫做Nokjiwon 被说是清瓦台这整区里面最美丽的地方哦 它有120多种树木 然后历代总统种植的纪念树也都在这边 就说这里呢还有树50是达到150多年的树 那现在来到呢是清瓦台比较外围的一个建筑物 它叫做春秋馆 他们还在草坪上打了很多帐篷 让大家可以在这边chill休息一下 让我看一下帐篷 现在是满送没有空房 哈哈哈哈哈哈 哦这里是不是有个空房 哎呀原来有人 这个草地的旁边呢 就是我想来看的一个春秋馆啊 这个春秋馆呢其实是记者专用的啦 就是记者们有办公室啊 或是可以用一些设施啊 上面写着春秋馆 春秋馆嘛 然后呢一个草坪 然后走到那边 这边就是我刚拍的雨明一馆二馆三馆 加上总统府秘书办公室 所以他们就是离工作人员还蛮近的 其实整个区域就是清瓦台 那本馆呢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总统府的办公室 我们现在在春秋馆嘛 出去就有春秋门是一个出入口 这个是总统府官邸 也就是他住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清瓦台这一区呢 它背后就是山 因为不正希在1968年1月21号的时候被暗杀 暗杀事件之后呢 其实这一带这山区还有附近的路 全部都被管制了 以前是没有办法在这附近活动的 但是后来呢 那历任总统不同的阶段呢 就有慢慢的开放 博士山大家也可以去登山啦 然后也可以看到以前的城墙 那我之前是还蛮常从卧龙公园这边一路的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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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后面 昌一木那边 那可以看到清瓦台这边很多门啊 这是他们的柏花 母公花 那从Nokjiwo后面的阶梯上来呢 就可以看到长春斋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建筑物 那这个呢是被当作招待外宾的一个场所 它是一个寒屋的形式喔 那我现在呢就是从长春斋左边这边有个路 有片小小的庭园 像这边应该可以走到崇崇府关顶 就跟着我一起走走看吧 因为我也不太确定 真的庭园很美欸 而且现在是黄昏时刻 现在是傍晚6点多左右 所以就是看到日落 很漂亮欸 为什么从哪边走啊 爬爬一下后面的小路 我觉得我在做运动 因为没有什么人 就先把口罩脱了 青瓦台里面 为什么会有山路啊 好 青瓦台这个时段 它是用预约然后抽签的 大概每两个小时会放一批人进来 一批好像是五六千人左右 然后它的入口呢 你可以从宜兵门那边入口进来 或是说从青瓦台正门进来都可以 我们是五点进来的时段 所以现在绿点多 这问题在哪知道吗 好饿 好饿啊 哈哈哈哈 我终于爬出了这个山 坐回来这个马路上了 哦 这应该就是关底的正门了吧 给大家看一下 看起来是关底 很多人都会跟这个照相 哇 这就是我们关底吧 还有小朋友穿韩服好可爱 但是他想要回家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去 哇 哇 哇 哦 这个屋顶的感觉好壮观哦 哇塞 太美了吧 哇 那这边也可以看到装饰 大家都想要照下 我也想 好 我们现在参观来的那个关底 然后现在往其他的建筑物继续移动 可以看到关底的这个出入口有两个 他已经在青瓦台之内了 但是他又多了一扇门 所以你就算进到青瓦台 你要到他家 还要再经过一道门 所以他就是被保护的很好 然后前面呢 这栋建筑物就是迎宾馆 招待外宾的时候很常使用的一个场所 走到了这个迎宾馆后面的一条 站步路 因为现在是6点50分 但整个园区是7点就关了 所以实际上只要10分钟 但我很想要看一个古迹景点就是七宫 哈 我有点迷路了 等一下 这上去都是阶梯 都是阶梯 今天只要先放弃 我怕我爬上去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去的地方 刚刚问了路边的工作人员 他说七宫的话走出去可以看到 所以我现在就要干这最后还有8分钟吧 看能不能看到七宫 所以往外面走的路上 会经过这个迎宾馆 也有很多人会在这边照相 非常随便的给大家介绍 迅速的照相 好 到此一游 其实青瓦台这门呢 是只有总统和一些高官可以使用的 一般的工作人员都是使用西花模 或是佣布模 那是七宫吗 所以七宫不在里面 那好像是七宫 我先出去吧 因为身边要退场 因为七宫在外面 我一直以为七宫在里面 那就根本不用赶啊 大家可能想说 平安为什么一直坚持要去看七宫 因为那边呢 其实是朝鲜王朝七个嫔妃的排位 排位吗 或是说纪念的地方 我不太确定 很多王跟王后或嫔妃 他们是另外有自己的灵的 像是宣灵啊 或是我之前介绍 折中的时候讲的 折中的时候讲的 折中的灵啊 他们都另外有灵墓的 好像关起来了 应该是这里吧 关起来了 像一个这个 骑马来的人呢 在这边都必须下马 用走的 刚刚说的朝鲜王朝有七个嫔妃 他们的排位在这里 他们不是王妃 但是他们的儿子是王 也就是他们生下了王 但是自己的地位不是王妃 那他们又是很重要的角色嘛 他们就被集合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七宫 那这七宫里面呢 其中有一位就是宿宗的嫔妃 那讲宿宗可能大家 比较没那么熟悉 有看衣袖香红边这出戏的 就会知道男主角是郑祖嘛 郑祖的爷爷是殷祖 那殷祖的妈妈呢 就是这位嫔妃 也可以说她就是郑祖的 曾祖母 马路对面这个 应该就是我想要去看的七宫 刚刚有提到说1968年1月21号 普正西被北韩派人暗杀的事件 导致于后来清华台 还有它周遭的区域呢 很久很久以来都算是管控区域喔 像以前清华台前面那条路 也是管制区 连开车都不可以经过的 那清华台其实以前也是可以参观的 你可以去登记 然后入内参观 但是那个时候的参观呢 是你必须要团体行动 然后参观的地方有限制 你拍到的方向也都是被管制的 就像参观板门店那样子 都有很多的规定 那最后呢就来回答一下这个影片的主题 就是为什么韩国总统都想要搬离清华台喔 请见谅我现在坐在清华台门口讲这件事 因为今天走了快一万步 是还是太累了 第一个提出想要把总统不搬离清华台的总统呢 是金永三 他在1993年的时候就开放了清华台附近的部分区域 让市民们可以使用 那他就任两年之后呢 也拆除了以前威权主义的密室政治的一个摇篮 安嘎 然后在那个安嘎的位置呢 盖了一个公园 也就是让市民们可以使用 那接下来呢是金大宗前总统 他在1998年的时候 也打算要把总统不搬离清华台 那他是想说在光化门 又或者说在果川这边设立办公室 但是因为警卫 还有废用的问题就没有完成 不过呢他也跟金永三前总统一样 他开放了清华台附近的一些设施喔 像是我刚刚很想去看那个七公 就是在他任内的时候开放的 那接下来是鲁武宣前总统 他在2002年的时候就有提出说 要把这个总统府搬到市中市 但是因为被2004年的宪法裁判所他判决说 这样是违宪的 这中间有些过程啦 那总之也一样是没有成功 那不过他开放了省武门 就是鲁武宫的北门 那他也开放了北岳山的一个登山的路线 那接着呢还有李明波前总统 他在任期的出勤也曾考虑说 就是把办公室啊秘书室警卫室 都搬到所有大厦的分馆喔 但是就因为费用 然后还有国会批准的问题 也是一样没有成功 那文在炎总统他也是想要把总统府 给搬出清华台的 他就很想要搬到光化门 但是就因为在光化门附近呢 找不到可以替代清华台所有 场馆功能的这么大的一块地方 因为我们刚刚看的也知道嘛 他里面除了有秘书室 然后办公室 直升机的亭的地方 接待外边的地方 他其实需要蛮大的一块地的 但是在光化门附近呢 他找不到可以让这些工人 这些人 所以全部一起办公的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喔 那回到了最后的问题 什么历任总统都想要把总统府 搬离清华台了 有些人会说这是风水的问题喔 其实大部分总统呢 都是为了要脱离这种权威感的象征 因为清华台就有点像是一个公 然后又是威权时期所留下来的建筑物嘛 加上他在景福东的北面 像是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 就感觉会离民众比较远一点 那我们刚才里面参观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清华台这个建筑物的本身 还有官邸呢 都很有宫廷的气氛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 民众可能会觉得很有距离 或甚至说像一个帝王般的存在 但是身为现在民主时代的民选总统 他们一定不想要有这样的image 那我想聪明的观众就会想说 为什么以前总统都没搬成功 这任总统却可以成功了 那正任总统又搬去了哪里呢 他搬去了龙山区的一个国防大厦 那国防大厦为什么 有地方可以容纳清华台的所有功能呢 我之前的影片有介绍到龙山区的中心 有一个几乎跟南山大小差不多的美军基地 所以说以席月他这次搬过去的国防大楼 他的旁边就是美军基地 美军基地其实在这几年 已经慢慢的在搬移到平泽了 美军基地的地 慢慢一部分一部分的交还给韩国政府 因为我曾阵子就因为朋友的帮忙 进到美军基地里面去参观 那有一些部分呢 就因为提早交还给韩国政府 所以我没有办法进去参观 觉得还蛮可惜的 那美军基地参观的过程呢 觉得有一些好像可以讲 有一些不能讲 所以我还在抓那个界线 可能之后用Podcast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说韩国历届总统呢 他们都想要把总统府搬离青瓦台 那到了影席月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也开放了青瓦台 让大家可以进来自由的参观 虽然说现在都是室外的部分 内部还没有开放让大家参观 但是听说之后整理好也会让大家进去参观 如果有可以进来参观的话 我在看怎么拍给大家看咯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啦 拜拜 我给大家看好 不咯 你 我